你发现没 迫击炮上也是有瞄准镜的 而且在开炮之前 炮兵还会装模作样的瞄上一阵子 我就纳闷了 迫击炮不是打炮物线的吗 迫击炮不是打小三丘后面的目标的吗 迫击炮它不是把自己藏在掩体里面的吗 很多时候它根本就看不到目标 那装个瞄准镜瞄啥呢 原来迫击炮上的瞄准镜是不需要瞄准目标的 哪怕瞄的是旁边的一根杆子 也是可以准确命中目标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迫击炮瞄准的知识 第一步先准备一门迫击炮 呃这个有点难 我也没 那咱们就一本正经的开始纸上谈兵吧 迫击炮采用的瞄准方式叫做非直接瞄准 假设目标是A迫击炮是B 由于A被挡住了B卡不到 所以B就瞄着C开炮 然后A就被集中了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反直觉 按照我们的通常理解 不是应该瞄哪打哪吗 怎么会瞄着C 却让A躺着就中单了呢 原来我们理解的这种方式叫做直接瞄准 瞄准方向和设计方向是始终保持一致的 而非直接瞄准嘛 瞄准方向和设计方向就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那么该瞄哪呢 非直瞄的方式其实有挺多的 我们今天只讲其中比较好理解的两个 一个是瞄准观测站的方向盘 另一个是瞄准一前一后的两根标杆 方向盘A名Circle 在这儿是一个军事术语 值得并不是我们汽车上面的方向盘 它更像是建筑工地上用来测会用的金尾仪 是用来测量方位角的 方向盘一般设置在迫击炮的前方 可以同时看到目标和我方阵地的地方 先用它来瞄准目标得到基准射击方向 然后再把它转动来瞄准我方迫击炮的瞄准机 此时就可以得到一个基准射击方向 同方向盘与迫击炮连线之间的夹角 这个夹角叫做分滑 我们假设它的大小是A 接着观测站把这个测得的分滑 报告给迫击炮阵地 迫击炮瞄准手拿到这个分滑之后 就可以先把自己的瞄准镜上的分滑 设定到这个数值 你可以理解为在设定完之后 瞄准镜的瞄准方向 与炮口方向的夹角就变成A了 然后它再用瞄准镜向方向盘去瞄准 根据简单的几何常识 我们就知道 此时的炮口方向 自然已经通基准射击方向平行了 排击炮设计当中的一项重要数据 方位角已经解决了 但是好用是很好用 不过实战中的排击炮 要的就是灵活轻便 非要搭上个方向盘 既降低了反应速度 又容易暴露自己 还有点不太划算 所以排击炮通常是不用这个方法的 而是敢用两根杆子 这两根杆子是拿来瞄准目标的 相当于是确定出了基准设计方向 这个方法叫做双标杆瞄准法 它们会被插到能够看到目标的地方 然后排击炮就架设在它们后面的掩体内 或者是有助于隐藏自己的凹坑里 不过得要保证 从排击炮的瞄准镜里面 是能够看到这两根杆子的 接着就用瞄准镜来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 在瞄准的同时 炮口和瞄准镜一定要是一起动的 瞄准好之后 炮口停下来 继续让瞄准镜去瞄准后面的那根杆子 于是瞄准方向就同射击方向之间有了一个夹角 假设它是B 接着呢 再用瞄准镜回过头去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 而在这一次的瞄准过程当中 炮口需要跟瞄准镜一起动起来 当它最终停下来时 对着的方向应该就是两根杆子瞄着的 敌人所在的那个方向了 诶 真这么巧吗 其实啊 从图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也是利用了集合当中两条线段在被第三条线段穿过之后 如果所形成的同位角相等 就说明这两条线段是平行这么一个公里的 诶 但这里面有个bug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啊 那就是两根标杆和排气泡之间的位置安排是有玄机的 简单说 它们得要形成一个等要三角形才行 至于为什么呢 我就交给你自己来思考了 你只需要在纸上画一画就能够明白了 好了 这就是两种用于测量射击方位角的瞄准方式了 诶 但光是这样还不能发射炮弹啊 因为排气泡还需要直到高低角 然后根据所使用的弹药来打到正正好的距离上 那就还需要测距了 既然都讲到这儿了 那我肯定是要把你交完整啊 测距可以用到拇指测距法 伸出你的一只手臂 给我点一个标准的赞 然后眯起一只眼睛 在需要测距的位置附近找到一个 你大概能够估计出宽度的东西来 让大拇指跟它的一头对齐 接着呢 手不要动 换另外一只眼睛 瞇着看 大拇指的位置移动了 把它在你的参照物上移动的距离乘以10 大概就是你离目标的距离了 举个例子啊 在远处停着一辆公交车 当你瞇起左眼时看到大拇指位于车头的位置 而瞇起右眼时看到大拇指正好跳到车尾了 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辆公交车的长度大约在10米左右 那么这辆公交车离你的距离大约就是100米了 这个呢 同样也是用到了几何当中一条非常经典的公里 两个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呈比例 我们的同距与手臂长度的比例大约是1比10 所以它的相似三角形的低与高的比例也就是1比10了 而这个相似三角形的高 不就正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目标距离吗 好了 这下距离也知道了 所以就可以把迫击炮的高低角也设置好 我们终于可以对准目标开炮了 你学会了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